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信由得立 惠國惠民 利家利己 英雄自有英雄處 豪傑自有豪傑士 有位少林武功蓋天下 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殺之稱 因为他坐落在河南省登峰市 中岳嵩山的福地 少失山下的茂密松林中 所以取名少林寺 而少林寺的故事亦由此寸重天下 这部电影 整个故事有一半是去求的 有一半是真实的人物在这里 好像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叫刘虞德 海美店的台子野 事实上在野史方面是有这个人物的 加上少林三十六房 有一个三德和尚 亦都有这个人物 其实三德和尚是否真的创立了三十六房 无从契效 可能是一个创作性 其实第一个信息是 一直以来 少林只是争女才可以功夫 而他创造这个人物 三德和尚 希望将少林功夫流传到民间 希望能够收到族家弟子 将少林武功发扬光大 那个人死了没有? 整个是硬鲜鲜的 肯定死了 他说英雄好汉 他说英雄好汉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说什么? 你是他们的同党 唐大人, 唐大人 唐大人, 你听我说 这个学生不是坏人 他是长太海美店的太子野 海美店的太子野 因为清朝那种欺压我们汉人 而我是一个读书仔 加上郭先生教革命的东西 我参与了被迫要逃亡 而清朝也将我家里抄家 令到我逃亡到少林子去学功夫 但我心怀的壮志念念不忘就是反清复命 之后做了一个和尚 不可能反清复命 只能够有个心态 我希望创三十六科 去招揽外面的俗家弟子 去学功夫 而将反革命这种意识 交给俗家弟子 天下功夫出少林 少林武功据说起源于北艺年间 他今有1500年 以少林门派来说 可分为北少林和南少林 据传说 南少林子位于福建省蒲田苑九连山 后来在乾隆年间被清兵放火烧毁 南少林子被火烧之后 传说有五名自争逃出 创立鸿门 从事反清复命之举 人称少林五祖 传说中的南少林子 設有牧人行和十八童人镇 还有培育少林武朔的少林三十六房 我的少林三十六房 演的角色是由一个小子 而演变成一个武学的宗师 当然我很开心 能够参与这个角色 但之前我收到这个剧本之后 我都会找些书籍 即是夜市 究竟这个刘玉德是什么人 还有在里面所学的武功 其实都是刘家亮导演去创造出来的 去编出来的 当然我和刘家亮师傅 一直都是以洪拳为主的武术 去表现我们的功夫 在里面我们尽量将刀枪劍拳术 尽量在三十房 当然这部戏没可能介绍三十六房的功夫 就是我们比较简化了它 还有刘家亮导演有一个意识是挺好的 就是不一定是学刀枪劍劍 学军 学劍或者刀 就是代表一人的武功 其实入到小林寺 你有看过三十六房 他很多东西是启示了很多学武之人 眼都是中功夫 耳都是中功夫 头都是中功夫 不一定是持武器的功夫 其实这个意思 一个人的功夫是什么呢 可能不是手脚 是意志 66岁的导演刘家亮 在1950年加入影院 做临时演员以及龙虎武士 曾经参演超过一百部电影 75年首次执到电影《神打》 继而执到这部少林三十六房 刘家亮在香港电影圈 由武术指导升任导演的第一人 他的电影手法 是将武术和情节化为一体 曾经执到的作品包括 十八般武艺 掌门、封侯、 蕭林与武当 蕭林搭彭大师 一直到现在 2003年 他从未赚过我一句 只是一件都做 骂 当然是 我做错事才骂 他打得不好就骂 即使打得好也好 他不会说 拍手掌 没有这件事 怕怕你 死仔 我觉得 因为他有一种 武夫性格 他对这个弟弟 不是一定拍手掌 或者美言学几句 就代表爱吃的弟弟 我到今时今日才了解他 我眼中的刘家良 亦是我恩师 亦是我的大佬 我从小到大都敬畏他 我未拍戏之前 我一直都是 学着刘家良的功夫 我觉得 我很敬畏他一件事 他是一个读书不多的人 完全是 可能 我认为小学都未拍业 他能够有这样的智慧 是我做得很敬佩 当然不是说 要出来拍很多电影 就一定有一个经验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天分 他可以将武术 形成一种身体语言 你想想外国人 看我们中国功夫 不是因为看我们中国功夫 打得厉害 而是 刘家良可以用一种武术方法 一种 外国人不懂得听你说什么对白 希望在动作方面 看到你想表达什么 在香港的武俠片导演中 刘家良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 更被认为是真正懂得中国武术 而影片又具有传统的武德精神 和家族观念 《少林》系列电影 最出色之处 是很有电影趣味感 刘家师在夜白天 叫炎抬室 吃吧 天下功夫出少林 少林武術是中華武術的 重要組成部分 少林武術以實戰威猛 博大精心, 早已淫於天下 拳以智名, 智以拳顯 郭家興亡, 匹夫有責 鄭成功王爺在台灣 勵兵活馬 是達子的心腹大患 滿清皇帝 甚至下令千璽沿海居民來防禦 可見老百姓 也有老百姓的好處 黃老師, 如果鄭王爺 用到我們就好了 一定會有這樣的一日 你們是不是想出一點力呢? 是呀 好 我作為劉嘉賓一份子的感覺 壓力很大 因為以前沒拍戲在武館 怎麼打得不好 是自己關門自己知道 但是當我把劉嘉賓的功夫 我們的權術去表現給全世界觀眾看 我的負擔多大 這是很大 身為我一份子覺得 劉嘉賓 既然把劉嘉賓以前在武館 只是教班徒弟 現在把武館這種功夫 發在電影上做一個傳媒發言全世界 更加要… 怎麼說的 更加不可以所罰 少林三十六房 所以要讓觀眾去愛戴他 你也要在動作方面給人信服 所以你覺得當時我們拍攝所有的劉嘉賓 一個鏡頭、一個鏡頭 起了二十幾招 這二十幾招不是單打獨奏 不是一對一 可能我打十幾二十個舞師 你的頭腦要記多少 還有, 車軌…你每一招不能重複 每一招要打完那個舞師 要去那個舞師 你的記憶是多厲害 況且劉嘉賓的時候 很喜歡長鏡頭打的 一個鏡頭打 直落打十幾二十下 甚至三下都有 他是要甚麼呢 要一個不懂功夫的演員 是不可能打得到的 既能生人者 扶人於危難 助人於困困 解仇者之憂 決疑者之事 益強不得為惡 製暴不能為弱 以輕正氣 以離世風 如果作為一個喜歡看電影 或者喜歡研究功夫的人 我很希望他去看這部戲 或者劇情方面他們未必是喜歡 去看看以前那種拍攝方法 以前一個演員 不管他打得好不好 為甚麼他打得這麼長的動作呢 他不是練過呢 他不是受過訓練呢 為甚麼現在的人拍的動作片 鏡頭這麼短呢 當然是導演要求畫面的力度 可是演員為甚麼不去學習 以前的基本的東西呢 少林三十六房 內容以一群廣東民間英雄 反抗滿清塔子侵靈 富士為骨幹 電影裡面飾演劉宇德的劉駕輝 在滿清入主中原之後 全家以至老師同學都遇難 他千辛萬苦 逃到少林子苦練武藝 並以僅僅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 苦練少林三十五房絕技 然後自設第三十六房 教導逐家子弟 令中國人學武自強 不再受異族迫害 後來劉宇德還收了一群熱血青年 好像洪器官、銅千斤、綠鴨彩等等 將少林武功發揚光大 並且在反清抗暴之中 創下了不少輝煌時跡 全中千秋 當然電影是每年 每年 每個時代的進步的 我不敢說 家輝以前打的是真功夫 現在打的不是真功夫 我絕對覺得不可以這麼說 現在就算他用電腦去拍攝都好 都是一個真功夫 但我覺得一件事 如果拍動作片 依賴一件事 太多變得不好 當然有電腦幫助了畫面 構圖方面很大 但太多變得看動畫片 不是我們中國人的那種藝術 好, 進而不驕 退而不履 如急不亂, 如強不懼 先為不可勝之態勢 其心自定義 再尋黑定自勝之機軀 其棄自勝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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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在這部戲 我真的盡了我的力量去做 我以前拍了這麼多部歌曲片 我從美國感覺到 這部戲我最滿意 其實最滿意的是 觀眾應該覺得滿意 少林三十六房 這個反徵和練功的故事 顯然受到張設一九七四年 洪拳與詠春的啟發 而導演劉家良 把角色練功細節拍得更豐富具體 例如挑浮木 敲鐘 練棍 三節棍對商業到不同的表現 都處理得另具特色 這是充滿中國苦難時代的 曹強撫躍 光復正失的精神 在電影手法的包裝下 顯得格外有神髓 你不敢發動 得為作人之道 既為立身之本 智者不欺四海 強者不押輪鄉 交往不欺朋友 造事不押藥行 天下功夫出少林 少林功夫皆天下 感谢观看